歡迎好朋友來到 古海大張夫 為您邀請到永城國際透顧 陳建成分析師 陳昌老師好 陳昌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週五的時刻 大盤今天是開低 然後最後尾盤是甩 向下甩 說最低 向下甩 當然老師你常說 大盤不用看 因為大盤跟台積電長一樣 所以今天就是台積電甩尾 向下甩 這台積電 老師 我記得我們前兩天 做了一趟漂亮的操作 對 來 2330的台積電 很多朋友時光都有台積電 然後看到今天台積電 這樣的一個表現 又嚇了一跳 最近的盤勢其實震盪很大 很像大怒聲 然後再加上最近的 我應該前兩天 我就跟你講說 有沒有 這樣這樣 然後你不要以為它會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是在這邊講還是在YT講的 YT 好像是YT YT 因為YT我可以講比較多 比較可以暢所欲言 紅色框框掃起來 因為我說台股現在可以到2萬點 不是你的什麼 台光電什麼什麼的 就是台機電跟聯發科 現在聯發科不太動了 就改用什麼樣 改用紅海 來補對不對 補 因為要沖2萬 就要全值 全值股如果沖不動 就要找其他 對不對 二軍三軍來幫忙 大家輪流接棒 但是 二軍三軍輪流接棒 你要其他股票要hold住 比如說你聯發科不要跌 可是這樣連台積電還在高檔hold住的時候 聯發科是先破對不對 是 聯發科先往下走 2454的聯發科 在見到高點1275之後就開始往下 它是比台積電還要早一點 有沒有 聯發科下來了 你看1275到今天收1135 一張10萬不見了 對不對 一張10萬不見了 一個禮拜 衝上去 沒有繼續上了 感覺上就是一個整理之後 有沒有 假突破 然後拉回 對不對 2萬關卡靜觀情缺 大家都不敢追了 不敢追誰在追 什麼00 9394 我想 一堆人 人家說千億資金去封ETF 對不對 那為什麼外資在這時候落跑 你在這時候 用力的去認購 ETF 對 結果外資撐針收都幹嘛 在那跑 可是你看到投信是買超 是的 因為投信買超不見得是主動基金 可能就是ETF要進場了對不對 對 結果 投信拿著認購ETF這一些 廣大散戶的錢 然後呢 外資一路買上來 在這時候怎麼樣 把千張千張萬張萬張的聯發科 台積電 盜給誰 盜給買ETF的人 這個手法老師之前在YT有講過 你想要看他們的手法到底怎麼做 你可以訂閱我們的YT頻道 紅色框框手機拿起來掃一下 顧外大丈夫YT影音頻道 我跟你講這個小M頭出來了 你猜會不會破 你猜會不會破 下禮拜不是 揮答開發表大 我跟你講現在 很多人今天要賭行情的對不對 賭這個GTC 開完下禮拜會大噴 很多人都在賭 有人來問我說 老師這個揮答開發表大會 你行情怎麼看 我說沒有怎麼看 我如果今天要賭 我就不會拿這個扇子告訴你 付貴穩中求 如果你在猜會繼續漲 還是利多出鏡 你都沒有把握的話 那你幹嘛 你幹嘛要去賭行情呢 你幹嘛不來買一個 可能跟它沒什麼相關 但是不管 不管開發者大會開完 好還是不好 AI股漲還不漲 不剛好的事 我買一個 我確定我只要放 買了之後放幾天 放一個禮拜 它會漲了就可以了 而且是在絕情谷底的 對不對 這就不用賭啊 是啊 差別在這啊 不然如果你去跟 揮答供應鏈相關的 你是不是很害怕 到底他們要講什麼 到底會漲 還是出來之後拉高破頂 你的內心小劇場有好幾個版本 對啊 那幹嘛那麼累了 你這個週末你可能心情也會太好 你幹嘛那麼累了 對不對 你就騎關山看白色 打就好啊 對不對 坐山寬虎鬥啊 或者你就做一個怎麼樣 你就跟我去怎麼樣 做一檔跟它沒有關係的 買在絕情谷底的 是的 你管它AI漲不漲 你管它開發的大會 開得怎麼樣 我跟你做一檔絕情谷底的 我根本就不管它 開發的大會 結果怎樣 反正我這一檔 我就無論你坐在那邊 好吃好睡 對不對 時間外資來 投信來 抬轎啊 對 每一檔沉蓋股不都是如此嗎 致貿不都是如此嗎 台積電你記不記得 我前兩天 我做了一趟 對 老師有說 而且那一天台積電 我記得好像是跌到755 我們有公開 在節目當中有公開 我們的買賣抗訊 755啊 對 755買進的抗訊 對不對 312 我75進 後來780甩掉了 對 那麼剛好 就一天兩萬 對不對 75 後來到785 對 我們780以上嘛 就獲利下車 2萬到2萬5 是 有沒有 下車 2萬到2萬5 所以我不是那一天 我就馬上把我們 台積電先進科技班的 這一張 績效表 我每天都給你更新 對 對不對 又往上 又增加2萬 你看一下 這幾天 有沒有 157.5 是 有沒有 從154 157.5 對不對 多了誰 156.7 多了誰 就是多了台積電 有沒有 今天最新的是157 因為又多了一檔 今天又多了一檔 1萬塊 對 待會再說 157.5 然後 來 156.5 這是昨天156 然後今天又變154 沒有 反正154 有沒有 寄到3月 有沒有 7號 然後 後來台積電 就那個 買755 出780 對 有沒有 156.7 是的 前天又一檔股票 今天 我這幾天都要請你 我告訴你說 買在絕情谷底 是的 絕情谷底的股票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講這個 有 昨天是不是跟你講這個 我說昨天的大盤 是這樣子 拉起來盤中突然殺了一下 可是我們這檔股票怎麼樣 比如說沒有殺 反而還上去 還收多少 210 是 價格都告訴你了 對不對 對 那你記不記得 我昨天還給你這一個 對比 這大盤指數 我們的這檔怎麼樣 絕情谷底 昨天當然買在這邊 對 這兩天當然買在這 是 昨天它的低點198 前天所有班都買 昨天 清代 跟清代體驗賣 再加 再上車 有沒有 昨天最低198 對 我們買在哪 200 200 昨天是不是給你看這一張 對 那個2改到了 對不對 我們是買200 導播重播一下 6146更新 後來居上 後來居上 230以下 現在都260了 現在來這邊了 你又要來了 260 2360 支帽 一樣走法 上來休息一下 再拉一次 是 你會覺得現在的更新 長得就很像 在上週的支 有沒有 跟剛剛那支帽是不是很像 當初支帽不也是嗎 對啊 2360 你沒有覺得它的買法跟 很像 投信的買法都是 長上來了 它才開始買嗎 對 好來 導播給我報到更新 那是我們另外 那天也是昨天講的 昨天的 就在昨天在中市的 等一下再回來帶一下更新跟支帽 好 超級有趣的 剛剛你看到 然後我昨天告訴你說 那今天的更新 你要跟投信買嗎 我是不是跟你買在絕情谷底 那你要你覺得你在這邊佈局好 還是在這裡佈局好 可是我昨天在它最熱的時候 我有提醒你喔 我就說我不是這樣 其他人說我的股票 我好我就一路跟他講說 你盡量買沒關係 你們盡量買沒關係 來幫我會員抬轎 沒有耶 對不對 我說你與其在這邊 你不如跟我做下一檔對不對 是的 對不對 老師都有這麼說 昨天節目當中是不是這樣講 而且老師還說了 這一檔更新的走勢 是不是跟2360的 智茂長得一個樣 昨天還比給你看 你把我話聽進去的 你都可以避開 我的會員 我有沒有害你去追高 我有很多分析師是 你不會管你去死 對不對 我就繼續跟你講 很好很好 然後其實會員怎麼樣 偷偷下車了 沒有喔 老師不是這樣的 是不是有人 去年3008月的時候 370 380的技嘉 還跟你講很好很好很好 有沒有 叫你盡量追盡量追有沒有 沒關係這邊很安全 後面很看好 結果咧 技嘉給你跌到250以下 是不是 今天又破300了 今天盤中又破300了 我沒有技嘉 我還在告訴你 去年8月370不要去買了 我還在為你的錢 怕你去亂看節目亂跟 然後結果我自己的 我也是坦白跟你講 是啊 更新如此 裸弱是那種 不顧你死活的分析師 反正你沒來路會隨便你 愛看節目 愛跟牌 套給你死 之前智貌老師也是提醒你囉 270 280你不要追囉 之前的上品 我們100塊價差了 也提醒你不要再追囉 那你看到剛剛導播重播 我是不是昨天還在提醒你 是 有沒有 那你不相信我的 你要去相信說 我投信買超啊 那很多分析師喜歡看到 投信來就帶著你買 對不對 帶著你 被割韭菜 我跟你講這一檔 更新跟智貌是一樣的玩法 昨天就比給你看了 第一檔的時候 更新跟智貌都是投信砍下去 他們永遠都是這種手法 不然你看這兩天的台光店 從550殺到400以下 誰在砍 投信啊 1萬多張砍出來啊 今天的技嘉 開低是不是200多 290 這兩天的技嘉誰在砍 投信在砍 是不是都被我說中了 370 380都是投信在買 現在300以下 他還帶怎麼樣 他一直在往10里砍 反正砍的又不是他自己的錢 你們愛買基金 砍的就是買基金的錢 又不是他經理人自己的錢 老實講得很直白啦 是提醒各位 我都不怕被吞兩顆子彈 我都把他們 他們投信怎麼跟外資配合 投信拉 投信先 外資先買 外資買完 換投信拉 投信的錢進來之後 外資再昨天就到貨了 更新 數字會說話 數字會說話 你看到了嗎 好 這是更新跟智貌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跟妳講貌打 對不對 導播 重播 我先把他講完這個 我再回來講我的貌 我們今天的那一檔股票 今天不是我 今天不是我 好啦 不用剪了啦 給認真看節目的人 真的喔 對 老師今天又發紅利喔 我今天是不是有給一檔紅利股 這是 貌打 今天呢 我們買了之後 他是不是還繼續殺 這一檔現在誰在殺 投信 當初貌打是投信給他買到240 現在投信再200往下砍 因為他要把錢抽出來去頂他的 其紅跟雙紅 投信現在一直買技嘉買給誰出貨 買給外資 貌打 這一波下來破底 很多人破底就要停損了 你幹嘛停損啊 有一天他一定又回到240的嘛 什麼時候 投信回頭啊 對 貌打的營收 70%來自於筆電 所以接下來AIPC要開始出來的時候 對 他就會要整個結單受惠 所以啊 他是純度的很高的AIPC零組件 來 你剛剛看到那一段 所謂會員專屬影片 是 那是在3月12號 我在我的YT 我直接對著大家講 可是 你不會聽到聲音 因為我把它消音 只有會員聽得到 但是會員都聽得到 是 3月12號 有沒有 好來 但是我在昨天 我是不是給你看到這一張 對不對 剛導播是不是有重播出來 有沒有 我今天開給你看 而且你剛剛看的第一段影片 為什麼我笑得很高興 因為老師本來要講說 這一檔我們的帽 差點都露出來那個名字 因為昨天其實買進去之後 是當天現買是現賺的 對不對 昨天還沒有開牌 帽打 對 就是他 你昨天看到的線 帽打 就是他 對不對 這一檔 絕情谷底 198 昨天 然後買200 你不相信 來我們來對一下 K線對不對好不好 我們買200 今天的帽打最高多少 217 是 來 絕情谷底 是不是198 是的 是嘛 就是他 198嘛 嗯 我昨天 你要對得起來啊 對不對 我要拿小蜜蜂給你看 是不是 我在絕情谷底 有啊 有沒有看到這張小蜜蜂的圖 是 這個圖我對面要給你看 有啊 只是我蓋住嗎 對 今天老師一樣現場開牌 是不是帽打 直接看 對不對 138 騙不了人的 真的 然後還有這一個 一樣看 對不對 314 昨天 我今天是不是給你亮這個 我說我買200 對不對 對 昨天早上9點24分 買進 帽打 多少錢呢 200 200的價位 直接現場開牌給您看 200 嗯 沒有最低啊 因為最低是198 198 我們買200 很實在 你看到的會員都可以 上面寫什麼 永城國際資訊 對 我們公司的call訊 是 你如果是老會員都知道 嗯 你都知道 禮拜二告訴你 我們禮拜三 禮拜三那天我生日 對不對 甜心來爆個蛋糕來攝影棚有沒有 生日快樂 對啊 到昨天 紅利股 這三天你只要跟我佈局 你一定都可以買到210以下 嗯 今天到217 對不對 那你看到喔 嗯 200 對不對 那今天217 對 1萬7 是 你一張至少可以賺1萬吧 都可以賺得到 我們會員當然賺得很開心 好 這一檔呢 紅利 來 除了先進 除了清代理念 除了清代班 所有班 我都有給你 這是紅利 有沒有人都參加很多分析師 奇怪 這沒說的 有我們吉他班都沒對不對 這個班你要 對不對 麻煩你加錢 我不是欸 我所有班都給欸 你們看我這樣直接這樣子遮 整條 所有人的call訊是不是都一樣 不管什麼班 菲龍班 都一樣 先進班 我都講了 然後生日全部都送給你 就是紅利谷啊 老師開心 大家一起賺 6138的帽達 有沒有看到 對 IC設計班 他們就是在3月12號 師傅我剛給你重播 我會員消音 我在YT裡面直接公開 所以我說你要來訂閱我的YT 因為有的人 連讀我唇語都可以猜得出來 有之前真的 所以我們還要怎麼樣 遮起來 我們講帽達被讀唇語對不對 還要怎樣 扇子遮起來講 帽打 很多粉絲很厲害欸 每個班你都有這一支啊 是 我有沒有偏心 通通照顧 有錢大家一起賺 紅利谷 生日大幫手 為什麼有時候會 會講話底氣那麼大 然後怎麼樣 在暗示 對不對 我其他分析師沒有辦法 做到我像這一點嘛 都有啊 你都賺到了 只是你有沒有乖乖照我扣訊做的問題而已 是不是 我們要 回去了 來 好 恭喜 再像這樣的一個盤 那你有猜到是帽達的 你昨天有去買的 那我也恭喜你 你也賺到了 有沒有 好來回頭 而且這一檔什麼時候邀約 剛剛老師沒有看到馬達驅動IC那一張 對不對 那時候就有邀請他 加了這一檔帽達 對不對 這兩天的台積電現金一般 台積電你賺一萬多塊 對 快兩萬塊 再加這檔帽達你賺一萬 有沒有 所以現在累積157了 多少 157.5了 是 到今天 這一張曲線從1月我跟你做以來 你有沒有看到他是不是往上 這兩天台積電跌兩三萬下去 我這個班還叫做台積電先進科技班 你有看到這條線往下走嗎 沒有 我們這機效比ETF還好 剛剛講帽達 前面打扮也有 加上去 對不對 有 好啦 利用廣告時間 自己來跟上 我再跟你講一次 你要賺錢手上不一定要有AI 你要賺錢 你手上不一定要有現在檯面上最熱的 你要賺錢的唯一處境就是怎麼樣 富貴穩中求 你要怎麼樣 富貴穩中求 買在絕情谷底 對 好吧 利用廣告 如果你手上有資金 你有股票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的 加LINE 打電話來 我們等你 我昨天告訴你說 智茂 有沒有 上去 然後上去 投信在這邊採來 你跟著投信買在這邊 你跟我的差距一張至少差三四萬 有沒有 然後我告訴你說 現在的更新 就會 像 智茂這樣的走法 我們不要了對不對 別人才來有沒有 你小心買在高點嘛 所以今天立刻跟你驗證一下 這樣更新就一個藏黑K 對不對 長得是不是一樣 所以 一樣那句話 為什麼我的 每個班的操作績效 可以那麼穩那麼漂亮 一路北上 不會給你往回走的 就是因為我們都是買在幹嘛 絕群谷 好不好 好來 那 我要跟各位講 這剛剛都給你做驗證了 昨天就跟你講了 來 這檔冒達 這檔冒達這兩天一定不會有人敢叫你買 為什麼敢買 各位你看一下 投信 投信是不是都在賣 賣很兇 投信都在賣 股票 沒人敢叫你買 就像去年11月投信把技嘉砍在250以下 沒人敢叫你買 但是我這半年來 我唯一做兩次的技嘉 一次就是在去年的9月撒下來之後 但你買在260 後來漲到280 300 接著再撒下去到有沒有 250 230 220 我但你買在230幾 都是怎麼樣 投信砍出來的時候 是啊 有沒有 買在絕情谷底 老師 投信這樣砍你居然敢買 我幹嘛不敢買 他就是砍下來跟我賣的 對不對 說要先逼給誰 大大門 第一個投信 砍下來給我買 你有沒有發現 砍下來 外資 外資是不是來買了 外資昨天才來買 外資前兩天在賣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待會員在撿 所以昨天外資600張 不就在幫我抬了嗎 對不對 昨天有200以下的貿達 外資昨天買600多張 不就是外資自己給他買到哪裡 買到210 然後今天再拉一下 到217 來 同學 我們所有班都有貿達對不對 對 愛心比給誰 愛心先比給投信 把他從240一路砍到200 砍到絕情谷 對不對 再比給誰 再比給外資 來幫我們抬腳 真的就是這樣 各位你都可以看得到 你從去年1月看我 總是看到現在 我是不是每檔的操作 都是這樣的道理在帶你做的 是的 知貿更新也是 沒錯 上品也是 是 不是嗎 為什麼勝率這麼高 就這麼簡單 好 你想要跟著這種節奏操作 來加LINE 自己跟上 最後 要結束了 是 上週你來不及參與 上禮拜六 禮拜天 我的生日分享會 標股論壇 你沒來的人 我這一次 我把影片重新剪輯 然後我再加上新的東西 最近是不是對ETF 來 我告訴你ETF 跟我的承蓋股 你要怎麼操作 是 想看影片來加LINE詢問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 甚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